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 10级本科学14级研究师 反正现在是老师 现在是北大老师 你们为什么会学数学系这个专业呢 我就是对数学比较感谢 也是通过数学系才保送 那您参加是什么数学比赛 我参加过高中数学联赛 是山东舍第一名 然后得了是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最后保送北大 给今年的考证说一句加油打气的话 加油欢迎来到北京大学 我也不会说别的 各位好我是甜甜 这两天一个拎着两馒头 抱着一大壶热水 看起来有点憨憨愣愣的年轻人 成为微博热搜被全网热议 他是北大数学天才韦东义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秘 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天才的 网上他的资料并不多 据抖音大V一个人的莎士比亚叙述 韦东义所在的北京大学 有四大封人院的传说 所谓封人院就是集结天才鬼才怪才的院系 数学院则名列四大封人院之首 而韦东义被认为是封人院的首席扫地僧 被誉为陈景润的接班人 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数学天才尾神 1991年 韦东义出生于山东一个高知家庭 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也许从小就见得一二 因为父亲是大学的数学教授 家里有很多关于数学的书籍 当我们还只知道玩泥巴过家家的时候 韦东义玩乐的方式则是抱着数学书读到出神 初二那年 他就进入了山师大福中奥数训练队 和一群高中生一起训练 高一时期顺利的入选了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 从那之后 韦东义就开始了他的风神传说 在国家队集训期间 要经历八场大考 每次考试要解答出三道考题 这24道题 每一道都可谓是难出天际 就连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得主张一甲 当时也只能在四小时内解除两道 甚至有的只有一道 而伪神就是伪神 24道题 他完成了23道半 创下了一个连教练都叹为观止的记录 而重点是 他常常在考试刚开始 一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题目 他解题的许多方法都是自创的 比标准答案还要简洁许多 被誉为伪方法 更神的是 每次解完题的伪东义 仿佛就像进入了一个平行空间 他会左手握一只钢笔 右手握一只铅笔 两手高悬于空中 带动两只笔 缓慢的曲线交错穿行着 身体随之 前一仰后合 上下浮动 仿佛模拟自己心中另一个平行空间 或者高维空间 让伪东义一战成名的 是他在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中的惊人表现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一直被认为是五大学科竞赛中含进量最高的比赛 我们来感受一下题目的难度 是不是每个字和符号都认识 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而伪神的成绩 是六道大题全队满分 要知道 当年一起参加竞赛的是全世界500多名顶级选手 拿到满分的也只不过有三位 而伪东义便是三分之一 一出道 就站上了世界之巅 而第二年 伪东义带着他的光辉战绩 又参加了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 他更是以1比7的时间比击败了7岁自学微积分 12岁拿到IMO金牌的数学竞赛史传奇陶哲轩 那年他才高二 两次夺冠后 北大抛来了橄榄枝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第一院系 北大的学校代码是10001 全国所有高校中排第一 北大数学系的编码是01 全校所有专业中排第一 而就是在这样的院校中 全校都流传着关于伪东义的传说 在伪东义担任助教的一门课中 教授是这样跟学生们说的 如果有习题不会可以问我 如果我不会可以问助教伪东义 如果连他都不会 那肯定是题目错了 而就在伪东义以这样优异的成绩 从北大毕业后 哈佛来抢人了 哈佛大学给出了伪东义 一系列令人心动的offer 甚至为他打破校规 只要他肯来哈佛读书 就可以免掉英语考试 就在大家认为他一定会出国深造时 他却拒绝了哈佛的邀请 毅然的留在了北大 成为了数学系的助理教授 顶着天才伟神的光环 伪东义经常在各种评论中被妖魔化 有人说他孤傲自大 不喜欢和人交流 而且一个月才洗一次澡 可现实中的伪东义 却经常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他觉得杀生是不对的 所以不吃肉 他觉得纯净水的制作过程污染环境 所以常常步行十多分钟去打开水 他觉得空调费电 所以将遥控器数之高格 甚至他觉得开灯都是一种浪费 所以经常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 在黑暗中思考数学 将数学思想照耀人类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评价说 未来人类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就靠这样的人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以上节目内容 视频 照片均来自网络 不代表甜甜及佛州华语广播电视台观点 我是甜甜 我们下期再见